学习如何弹奏吉他 这并不是一堂音乐课 或是一场即兴演奏 至少不是官方的 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我猜这是我学习之旅的一部分 学习之旅 源于拉玛南收到了一把吉他作为礼物 而且这把吉他需要修理 所以拉玛南来到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 这家修理咖啡馆寻求帮助 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改变 人们对事物的看法 与其成为一名消费者 还不如更好地利用我们自己的物品 这里不仅修理吉他 人们将破碎的灯具 手表 毯子和许多其他物品 带给志愿者们 志愿者们运用自己的技能 帮助修理 全部免费 人们在学习如何自己修理东西 我们负责教导他们和帮助他们 人们学习如何修理东西并继续使用 而不是把东西扔到垃圾填埋场或路边 与此同时还能帮助建立社区意识 编织并不是那么复杂 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修补一些东西 但是有很多人不会编织 他们感到惊讶 这对他们来说就像魔术一样 我能够把他们的母亲的破旧 有动的毛衣还给他们 他们非常激动 第一家修理咖啡馆 于2009年在阿姆斯特丹开业 现在修理咖啡馆通过网站 宣传他们在全球各地的 1600多家修理咖啡馆 修补救物的同时又能建立新的友谊 克雷格 美国之音 雷吉尼亚·菲尔法科斯报道 我慢慢 bear neighboring 對,我對 對,對,對